印度的新冠疫情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而且还不断的飙升 那么现在印度更创下了单日新增确诊 已经破了41万例的记录 可以说是创下了新高 那么当地的医疗系统崩溃 在这个月1号更传出了首位台籍干部 在当地确诊不幸身亡之后 目前驻印代表处 有一名染疫的台籍员工因为重症 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医疗包机能够回台湾治疗 还传出了有外派的台籍干部 因为公司不给请假 他干脆想要直接的辞职回国 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 印度的包机价格已经喊到了千万 但是无人证实 外交部回应 目前协助有意想回台的侨民 才使用者付费的包机方式撤回台湾 5月下旬的包机已经有80多人登记 不过还是被轰 台湾的撤侨进度似乎是太满了 印度疫情失控连续两周 单日新增命令数都突破30万例 相当惊人 波测台商传出染疫 五国驻印度代表处也沦陷 目前6人确诊 当中4人是印度籍员工 两位是台湾人 其中一人因为重症 还急需医疗包机回台救治 有20位左右的这个侨胞确诊的 有9位已经痊愈了 另外有两个人 有两位是住院的 这位公司技衣外派的台籍干部 1号出现首例在当地染疫身亡后 也让台商心驾驾 光宝中向已撤回首都区台籍干部 但传出有公司不准台商请假回国 有的台商心理压力爆表 打算直接不做了辞职逃回台湾 不过想搭包机回台传出原本一趟200万 因为疫情严重已经喊价到1000万 延开疫情没有降温迹象 外交部也还没进行撤侨 被质疑动作实在太慢 撤侨是透过外交的一个手段 这是政府要负责任的 就目前印度的情况来讲 我们是协助这些有意愿要回来的 包机就是使用者付费了 只要将这个专机航班谈妥 医疗体系的部分也已经准备好 据了解印度台商目前已经有80多人 登记回国 包机将会在5月下旬启动 将是情况再扎开 让国人回家的路不再遥遥无奇 据换微信在台报道